哇 哇 漂亮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仇亮哥 北京时间10月6日 2024年WTT中国大满贯 已经落下了为末 今天给大家和我介绍的是女单决赛的比赛 是由孙颖莎对赠王曼玉的比赛 最终孙颖莎以大比分4比2 战胜对手夺冠 赛前孙颖莎目前排名世界第一位 而王曼玉排在世界第三位 此前双方有过22次的教授 孙颖莎取得了14省8步的感激 比赛可受孙颖莎有点慢乐 很快就以0比2取决落后 结果孙颖莎改变了自己的发球线路 划出了迷惑型花球去破镜分叉 接下来孙颖莎很快就实现了逆撞 当双方战成6比5的时候 只见孙颖莎的神奇发球 再次走小了 孙颖莎以11比6先下一车 第二局双方就进行了拉锯战 当双方以10比10占平的时候 只见孙颖莎上演了疯狂的一扣 拿到了局点 不过本局王曼玉也是非常强势的 王曼玉以14比12搬回一撑 第三局孙颖莎上来就以0比2取决落后 结果随之孙颖莎爆发了 孙颖莎开启了疯狂得分模式 当双方战成7比2的时候 在双方对冰过程中 孙颖莎上演了最不可思议的弓球 让对手有0死的位置 当双方战成9比2的时候 在双方对决过程中 孙颖莎上演了疯狂的防守米娜 让王曼玉再次败下阵来 从0比2落后到10比2 孙颖莎连得10分 占颜了疯狂比末 局末孙颖莎更是利用神级发球 以11比4带着了本局 第四局王曼玉也开始爆发了 王曼玉一上来就取得了一剑 王曼玉以11比6再赢一局 第五局 当双方战成4比4的时候 直接二则进行了激励而又休闷的对拼 不过孙颖莎上演了疯狂扩插球 让王曼玉有点无力招架 孙颖莎这几季扩插球 真的太败了 当双方战成6比4的时候 孙颖莎再次发出了神级发球 继续扩大领先U4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孙颖莎的迷惑型发球 让王曼玉有点琢磨不透露 孙颖莎以11比8再赢一局 第六局 当双颖莎以1比2暂时落后的时候 就见孙颖莎再次上赢了防守里娜 直接占比了比分 接下来孙颖莎打得更加有情侣性 孙颖莎以11比7带着了比赛 最终收影响以大比分4比2成功夺冠 全然比2再来 不管是神奇发球 还是防守里娜 都是她的自身防爆 而恐怖扩插球 也是非常让绿色畏惧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新山不改 绿水残留 我们下期再会